今天要來開箱 把阿湘整理的新書架 我們把三層櫃橫的放 下面呢就擺書 那裡面的話是立體書 因為怕阿湘太暴力 那盒裝的也是立體書 上面就是他的玩具分成兩項 其實他也沒什麼玩具 水果組合 水果蔬菜組合 然後還有這些玩具是 媽媽給的 然後有別人給的 這個是在二手店買的 讓他開啟頭腦的抑制遊戲 這樣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阿湘不知道買不買單 你想要看那本嗎 你想要看《躲貓貓》嗎 你想要看哪一本拿出來 來給媽媽唸 媽媽唸給你聽 他現在最會的就是把所有的書呢 都抽出來 水果立體書我就放最裡面 跟盒子裝的 盡量保持書本的完整啊 就可以把書本看是要賣 還是在留給其他的弟弟妹妹唸也可以 所以盡量不會讓他太破壞書 基本上書都還蠻 涌健的蠻厚的 所以可以讓他亂翻肯都沒關係 本來書是收高 後來跟三文先生討論 還是要放在他可以拿到的地方 他想讀他就會去抽 那玩具想玩就會拿出來玩 所以最後呢就把這個櫃子呢 摩下來 你選好要哪一本書了嗎 還是你都要拿出來 都要拿出來要嗎嗎 你也是嗎 你看扎扎眼睛啊 你看 揮揮 有沒有眼睛會扎有沒有厲害吧 有沒有 喜歡嗎 目前他還蠻喜歡這本書的 他會抽出來看 火車轟隆隆 你想好要哪一本了嗎 還是每一本都想看 可愛小鴨鴨 對呀 你摸小鴨鴨 可愛呀 對可愛 好 對呀 對呀 憂傷 對呀 好 坐好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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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